看完了 没什么事吧 没事 反正来医院了 顺便过来跟你聊一下嘛 那那科怎么说 没说什么 就要明天再回来检查 所以过来问问 到底有没有什么麻烦 不就是被球拍撞了一下吗 没有需要我就不来了 你去看的是什么科 那科呀 还什么科 我这是副科 行了 医学不都是相通的吗 好了 别再和我说什么通不通的了 你明天啊 还是听那科的 去做个检查 这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你就别给我打关枪了 白认识你了 你把衣服脱了 把伤口给我看一下 没什么大事 不就这一块吗 彭杰 你以前得过什么病吗 感冒算不算 你正经点 没有啊 我小时候身体挺好的 没得过什么大病 你要说得病吗 水道 风诊 基本上人人都得过呀 还有呢 别的 对了 以前我得过一次三线炎 那一次比较严重 当时没有及时治疗 还住了几天院呢 三线炎 三线炎没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你明天啊 还是去做个检查吧 又是这句 白认识你了 我走了 明天出来聚聚 拜拜 喂 马剑 明天晚上有空吗 我们不是说要出来聚聚吗 明天晚上出来喝两杯呗 好啊 那我们去大学常去的那家酒吧吧 那明天晚上八点 不见不散啊 好 拜拜 拜拜 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 不过 他们让我再去泌尿科检查一次 真是莫名其妙 你说 我胸口掌包 跟泌尿系统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话呀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呀 我让你去检查你就去检查嘛 到时候你把报告拿给我看就是了 我又不会骗你 老马 你说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哎 你别瞒我 我承受得住 让你去查你就去查嘛 我肯定不会骗你的 刚才那个病人呀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就是 马医生 风鸣 怎么了 来做产检 嗯 彭俊呢 啊 阿俊 他最近比较忙 忙 就算再忙 也应该来陪你做产检啊 嗯 嗯 冯明 你跟我来一下 我有事情 想跟你说一下 想跟你说一下 来 好啊 马医生 我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嗯 孩子没问题 哦 那是 我说的是彭俊 阿俊 嗯 彭俊打球受了点伤 来医院做检查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阿俊他受伤了 伤在哪里 严不严重啊 彭俊受伤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阿俊的事 并不是全部都告诉我的 他就算不告诉你 那你也应该发现 而且 他身上的伤那么明显 彭俊 我知道 其实 你们俩的事情 我不太好插嘴 但是 我是真的关心你 我总觉得 你们夫妻的关系 不是太融洽 你们才结婚几个月 怎么就到了 互不关心的地步 你看看今天 你来做产检 他竟然放心 你一个人来 马医生 这 跟阿俊没有关系的 他不来 也是应该的 不来陪你是应该的 那孩子呢 孩子不是他的吗 孩子是他的 就必须得来 这孩子 根本就不是阿俊的 什么 我跟彭俊 其实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方文言 那彭俊不能生育的事 他自己知道吗 阿俊不能生育的事 不生育 这是彭俊在我们内科做的检查报告 诊断结果 他很有可能没有生育能力 彭俊 我们谈谈吧 没看见我正忙吗 你前几天打球 受伤了 没事 今天我去医院 碰见马医生了 我帮你把化验报告拿回来 放桌上吧 你先看看吧 你先看看吧 阿俊 我觉得 可能是医院出错了 没关系的 只要你愿意 你想要这个孩子 我们随时可以取消离婚约定 到时候孩子生下来 这孩子就是你的 你还是可以当爸爸 你这是在取消我还是同情我 我没有啊 我 出去 阿俊 我是愿意跟你过一辈子的 你出去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阿俊 阿俊啊 阿俊吃饭了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大闸蟹 阿俊 阿俊 阿俊你没事吧 阿俊 阿俊 你在里面干什么 阿俊 你不要吓我 你先把门打开 阿俊 我呢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怎么就过得那么快 一眨眼 一天又快过去了 我真怕这种日子 越来越少 傻瓜 我们还有一辈子呢 等我们老了 也这样一起晒太阳 每天呢 看着孙子 崇孙子们满地的跑 不害臊 已经想到崇孙子了 想想就开心啊 好 不想孙子了 想想我们的儿子 你说咱们孩子 到底会像谁呢 你呢 有才又有貌 我呢 有貌又有才 咱们俩的孩子呀 一定会遗传我们所有的优点 既聪明又漂亮 你太乐观了 万一遗传的 传都是缺点呢 不至于那么惨嘛 你说 我们给孩子 起个什么名草 想什么呢 我们还没结婚呢 先准备着嘛 备用总可以 好吧 那你想 我姓彭 你姓胡 如果是个女孩的话 可以叫 澎湖碗 碗月的碗月 怎么样 男孩的话 男孩也可以叫澎湖碗 把女子边去掉就行了 那外婆在哪里啊 什么外婆 外婆的澎湖碗呢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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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吓我啊 阿俊 阿俊 你开开门啊阿俊 阿俊 你开开门啊阿俊 不要来烦我啊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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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你去买 去买 你不要再喝了 箱子你可真有面子 老板亲自来请回去上班 以后啊 说不准 还能当个经理什么的呢 淳妮 你说是不是啊 大妈 她当经理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